阿联酋与美国的关系日渐疏远,借助中国的协助,中东正在寻找自主安全的道路。 全球的焦点不应是霸权竞争,而是和平与发展,这才是人们共同追求的目标。 中国国防部近日宣布了一项历史性消息,中国与阿联酋将于8月在新疆举行首次联合战斗机演习。 令顿牌2023标志着中阿之间防务安全关系的重要里程碑,此举展示了两国军事合作的新阶段。 值得注意的是,大部分跨国军演通常会在数月甚至半年前就得到公开。 然而,这次的中阿联合空军演习却在临近开始时才被中国方面公布。 阿联酋的这一举动,小心而谨慎,很可能预示着即将有重大行动。 结合之前关于F35采购的风波,阿联酋可能借此机会购买中国的J35,从而匹敌以色列的F35。 回顾一下,2019年,阿联酋从美国采购了50架F35隐身战机,若成功交付,阿联酋将成为首个拥有F35的阿拉伯国家。 然而,2021年华为5G技术在阿联酋的推广引发了美国的不满,从而使得美阿坚的F35战机交易被法国阵锋截胡。 尽管法国阵锋也是一款优秀的战机,但作为四代机,它无法与五代机F35相抗衡。 鉴于死敌以色列采购的正式F35A,阿联酋迫切需要找到一款能与之匹敌的战机。 目前,全球范围内只有中国的J20能满足这一需求。 然而,J20并未列入中国的外销名单,且这种大型战机可能并不完全适合阿联酋空军,这为阿联酋的军机采购增加了复杂性。 J20之外,J35是能与F35匹敌的另一款战斗机。 按照中国海军的规划,中型双发单座的第五代战斗机军35将主要服务于003号航母福建舰。 全球的第二款五代舰载战斗机军35拥有卓越的隐身性能。 其航电系统配备了中国的顶级设备,包括最先进的第三代弹化加油员相控阵雷达, 这在技术上超越了F22和F35。 事实上,与J20相比,J35因其后发的优势在技术特性上展现得更为出色。 当初,中国设计J35时,明确目标就是与美国的F35相匹敌。 从J20的绩效来看,J35无疑是F35的强劲对手。 对那些未能从美国获得F35的国家而言,J35成为了一个理想选择。 这也解释了为何阿联酋对J35展现出如此浓厚的兴趣。 今年2月,中国成功向阿联酋出口了L15轻型教练攻击机,阿联酋有意继续增购此型战机。 此外,阿联酋也是中国各类无人机的主要购买方。 例如,翼龙系列在阿联酋享有很高的知名度。 2021年2月,阿联酋宣布将购买一系列新的中国制造的无人飞行器, 包括CR500无人直升机和其携带的红舰12导弹, 以及配备BBE2炸弹的Mr.40无人机。 中阿之间在军事领域的合作日益增强, 频繁的军事交易更是强化了双方的信赖。 因此,如果阿联酋希望优先采购J35, 这并不出奇。 毕竟,与财力雄厚的合作伙伴建立良好关系总是有益的。 中东一向被视为富人的乐园。 那么,究竟哪个国家是中东最富有的呢? 这个荣誉并不属于沙特、卡塔尔或以色列, 而是阿布扎比。 你可能会困惑,阿布扎比不是阿联酋的首都吗? 怎么突然变成了国家? 事实上,这里提到的阿布扎比, 指的是阿布扎比酋长国, 它是阿联酋的主体国家之一。 需要解释的是, 阿联酋由七个酋长国组成, 形成了一种相对松散的联邦结构。 每个酋长国都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, 组成阿联酋更像是共同的生活安排。 七个酋长共同组成联邦最高委员会, 选出阿联酋总统。 阿布扎比酋长国在阿联酋中占据主导地位, 其面积远远超过其他六个酋长国的总和, 实力也遥遥领先, 财富更是丰富。 阿联酋现任总统扎耶德, 也是阿布扎比酋长国的王储, 他负责阿联酋的整体事务, 同时也掌管阿布扎比的内政, 国防和经济都在他的掌握之中。 那么,阿布扎比究竟有多富有呢? 他的人均GDP是沙特的六倍, 卡塔尔的四倍, 以色列的三倍, 堪称中东第一富豪, 也是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之一。 为何阿布扎比如此富有呢? 主要原因是其丰富的石油资源。 阿联酋的石油储量高达133亿吨, 其中阿布扎比占了94%, 加上人口较少, 使得其人民极度富有, 过着舒适的生活。 政府经常大方地分发财富, 比如结婚时直接送别墅, 生孩子的福利更多。 相比于阿布扎比的极度富有, 他的低调更让人称奇。 即使是财富不及阿布扎比一小部分的邻国迪拜, 其名气也远大于阿布扎比。 不同于沙特、 卡塔尔等典型的报复国家, 阿布扎比很少炫富, 安静地过着日子, 是那种默默赚大钱的类型。 然而, 一向低调的阿布扎比, 最近却默默地进行了一些引人注目的举动。 过去的一年里, 扎耶德两次前往莫斯科会见普京。 自海牙发布逮捕令后, 普京嫌少出国访问, 俄罗斯的外交陷入僵局。 此时阿联酋总统的反复拜访, 确实让人不得不深思其背后的意图。 俄乌冲突爆发后, 阿联酋与美国在中东的其他重要盟友采取了相似的立场, 拒绝反对俄罗斯。 相反, 阿联酋选择与俄罗斯继续扩展合作, 签署了一系列包括能源、科技、贸易、投资等领域的重要协议。 俄罗斯海关的数据揭示, 今年前四个月, 阿联酋购买了至少3900万吨俄罗斯石油, 价值超过170亿美元, 占出口量的三分之一。 其中90%的石油直接流向新买家, 只有一小部分抵达阿联酋。 阿联酋已成为俄罗斯石油贸易的新枢纽, 这使得与美国的关系面临挑战, 华盛顿对新的石油贸易路线及其对俄制裁的影响持谨慎态度。 全球石油贸易格局已发生重大变化, 这种变化可能是永久的。 迪拜和复查伊拉的崛起将阿联酋推向全球石油贸易的中心地位。 阿联酋在大国竞争中保持政治中立, 这在当前环境下为其带来了巨大优势。 纽约时报的言论称, 阿联酋已完全失控, 并倾向于与中国和俄罗斯建立友谊关系。 这样的表述是否存在问题? 阿联酋是一个主权国家, 而失控这个词好像它是美国的附属物一样。 美国是否真的总想控制全世界? 阿联酋自1971年独立以来一直与美国保持密切关系, 美军驻阿联酋数十年成为该地区的重要力量。 然而, 2022年1月, 也门胡塞武装空袭阿联酋炼油设施时, 美国没有做出反应, 这对阿联酋领导层造成了重大伤害。 阿联酋总统本扎耶德逐渐显示出想走自己的路的意愿。 华盛顿尽管努力说服阿布扎比在外交上与美国保持一致, 但阿联酋坚持自己的立场, 为限制与中国的军事关系, 也未孤立俄罗斯。 今年, 阿联酋退出了由美国牵头的联合海上力量, 并与沙特、伊朗等组建联合海军, 以保障波斯湾航行安全。 这一行动在时机和意义上都非常微妙, 与中国的斡旋下所形成的三方会谈相结合, 彻底改变了中东安全的形势。 美国一直声称保障中东安全, 但该地区数十年来战火不断。 美军开始撤出中东后, 各方势力和解, 美国成了尴尬的存在。 文明世界应当摒弃霸权思维, 尊重每个国家的独立和自由选择。 中东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和朋友, 中东的安全应由自己来守护。 只交朋友, 不交保护费。